圣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后一个段落了 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节开始 看看在这个段落的最后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什么重要的功课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会这话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倘若你们看见人子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 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好了 这段经文当然是接续上文 讲到耶稣说 我的肉可以吃 我的血可以喝 这些当时难以了解的教导 所以这些门徒听了这些话 就觉得这真难了解 谁能听明白呢 那么耶稣就对这群门徒在家说明了 他也就说 其实我这个讲的是灵里面的真理 不是肉体的 因为肉体都会过去 那圣灵里面的真理是什么呢 人听了之后必须要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一个人说我不明白耶稣所说的 当然耶稣讲的不是物理学 不是化学 不是天文学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属灵的真理 一个人要明白属灵的真理 除非他自己先属灵 不然怎么明白呢 但是一个人要属灵 属乎耶稣 只有一个方法 大前提就是要信 所以一个人必须先相信 于是心灵有更新 更新了之后 于是就看明白 听得明白耶稣所讲的属灵的教训 那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 一个人到底是先明白再信 还是先信才能明白呢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一个人除非相信 不然他没办法完全明白 耶稣所教导的属灵真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个很难明白的属灵真理 是因为一个人的态度没有相信 于是就有一些人就离开了耶稣 圣经说就退去了 耶稣看见这个场景 就问他的十二门徒 你们是不是也要退去 西门彼得代表着所有门徒回答 他说我们不退去 因为我们看见你有永生之道 耶稣有永生之道 那我们还归从谁呢 这是唯一可以跟随的对象 我们不会退去 那么这里第二个重要功课又来了 怎么样可以明白耶稣的话呢 刚刚说必须先相信 于是信了之后 很多属灵道理就明白了 这里呢 这里给我们看见 永生之道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里面有永生之道 门徒经历了永生之道的能力 所以他说我们一定归从你 一定跟随你 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跟随了 第二个明白真理的方式 除了相信之外 那就是要了解永生之道 在耶稣身上所带出来的永生之道 是什么 门徒跟随耶稣这么久 于是明白了 于是发现了 当然就归从耶稣了 两个角度来认识真理 第一个 信是心态的转变 第二 从永生之道之中 去认识耶稣口中出来的恩言 那么 从圣经的话语里面 来了解圣经 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 怎么可能 从圣经的话语里面 了解圣经呢 的确如此 因为一个人真正信了之后 心态的转变 于是看明白圣经 当我们看明白圣经 就能够体会永生之道是什么 于是 读圣经就不只是增加知识 而是生命良性的循环 这一群门徒就进入了 这个良性的循环之中 当然良性循环的意思 不是就一步登天 登峰造极 并不是如此 后面我们就看到 这些门徒 十二使徒也会软弱的 只不过我们能够如此坚持 于是信仰就会步步高升 越来越跟从耶稣 越来越亲近耶稣 越来越学向耶稣了 第一 相信心态的转变 第二 认识永生之道 更进入信仰的深处 愿神祝福你 平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